小白们学到这句话 搭拳是一种正神正心的最后的白马 那么搭完了以后 要让我们耗然正气 手要正 头要正 心要正 你搭拳的时候 心是外的 那么搭拳也是外的 心还要正 意识还要正 为人还要清正 最后一样成耗然正气 大人都自然 心中有素 所以说过去有句话叫 耗然正气要白血 我经常用这句话 我自己的心上的句话 对对对 你说我说这的吧 他一身手搭过来了 我有个心刀可以破 破来了 心体没有动 我可以攻击 心肌还是正的吧 走 没有什么正的 我有了 对对对 这个就是很轻松 武当功夫博大精深 门派很多 统称内加工 他以以柔克钢 以静制动为药制 以习武而不要武为武德 至义于阴阳流转之道 以养性情之方 并在这层境界上 将武术与内丹弓结合起来 内修外敛 互为武 每当江华未发之际 以神贤气定 即到引发之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